哎呦 哎呦 那是啥 由後面被人大大要撞到 整台車鑽一下 要衝向頭前 坐在車頂的民眾走到大橋一聲 車好好停在路邊 卻沒想到就這樣被撞 這位阿嬤是走到屁屁出 撞到的時候 撞到的時候撞到一聲 就這樣這台車不會是 要翻過的那樣子 撞到然後翻起來 好像彎彎一樣 那你撞到嗎 我現在還在撞到 由比農車頂的行車記下去 可以看到 撞到人的車在後 做輸車頂 剛剛由一邊倒離開 卻在一百公斤 風租油的國公客運車站前 繼續撞這台黑色少女車 他就是造勢逃逸啊 他就從我後面這個車撞下去以後 又後退 然後就要造勢逃逸 然後我追出來 要看他的車牌 然後結果他就一直 往前一直往前 然後撞到前面那台車 這樣行車撞到黑色的休旅車 才停下來 因為撞到這架已經加大架 黑色休旅車整台車 往前衝過去 又撞到頭前一台停在路邊 黑色轎車再停下來 不過這台做事 認識車頂的家屬人 卻完全看不到人 我們到場的時候 就已經逃離現場了 已經早了 對對對 所以現在 還在調查中 附近感濕去 環境六下整個事法規定 可以明顯看出做事車頂 在完全沒有打動的整空下 就都從頭前的車頂 在車上後看到 這名穿白色底褲的籃子 慢慢由車皮走出來 離開現場 彼龍的三台車 順海整空是非常嚴重 除了第一台車 車後到整個帽裡的衣瓜 這台夾在中央的黑色小旅車 竟是整台車默默默 展現路加速也因此 受傷善意治療 因為做事車安法 以後都離現場 竟是去為民眾所錄到這名男主 是不是就是做事車 竟逢幕前依照車牌購買 正結局對早當事人告案睡眠 依照王家成蔡方報道